另外一个听众给我们留言 他是在东区Pomona这边的一个 想要买一个房子 那在Pomona买房子的时候 好不容易抢了好几个 终于有一个卖家 接受了他的offer 他主要当初在写offer的时候 就是要写我们要买房子的 这个意愿书的时候 他是两夫妻说要去买的 那人家接受了之后 现在他的先生想说 是不是也把女儿加进来 为什么要把女儿加进来 主要是女儿在北加州 她的收入比较高 他想说这个房子是贷款买的 如果女儿收入高 我们贷款不是都有一些 利息的支出吗 这样子是否可以让这个女儿 可以多抵一点税呢 因为利息的支出 也许就可以算女儿的开销 那他想问说 应该怎么做才恰当呢 其实这有点税务的问题 不晓得我们资深贷款专家 曼妮卡毛 是否也可以分享一下 你的经验 好好 第一步来讲的话 就是如果offer 出的时候是夫妻两个的名字 作为buyer 那也接受了 然后现在呢 要再加多一个人 就是把女儿加上去的话呢 可能他们会需要 让那个房地产agent 把那个offer的这个合约 就是最后seller也签的 那个sales contract 把女儿的名字加上去 OK 也或者呢 可以请esco做一个addendum 说buyer再加一个女儿的名字 那这样的话呢 如果说女儿是以她的情况 是可以做成她的资助房的话呢 那女儿如果上了产权 同时也在贷款上的时候呢 那今后mortgage的利息部分呢 他们三个人就可以互相来 来抵一些mortgage利息的部分 那个税 那但是如果 如果她的女儿不是住在 不是自住房这个房子 如果她在 别的远一点的地方 有租房子住啊 因为工作学习各种的原因的话 那如果加上了这个mortgage 到时候自住房的抵税 这个利息部分 她女儿这个税务 还真的是要跟自己的会计师 来商讨规划一下 要怎么来报 或者报多少部分 或怎么样子才能够 让她多抵一些税这样子 是的 在美国呢 这个每一个证照 分得非常清楚哦 那如果是税务的部分 我们必须要找会计师来做这个详尽的解答 但是在这个贷款的这个部分呢 我们支撑贷款专家 曼妮卡茅呢 她是能够把这个过去 这么长一段时间 在我们南加州服务社区民众的这些经验 一一的来跟大家分享哦 是像刚刚讲的这个东西 如果是要把这个女儿的名字加进去 没有问题 你只要是 escore的部分来做一个调整 那贷款的部分也来做一个调整 都是可以做得到的吗 是不是曼妮卡茅 就是 再次谢谢我们的贷款 专家谢谢我们的曼妮卡 你的解答真的很清楚明白 谢谢你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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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